对于妈妈们而言 最开心的是莫过于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而根据统计 新生额中有六到八成的比例 曾经历经过黄胆 虽然大多数都是良性 但其中也潜藏着少数的危险疾病 因此医师就提出了 太快太高太久灰白变九字口诀 希望新手妈妈能够及早判断原因 并立即寻求医师协助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对于新手爸妈而言 各种的喜悦及感动肯定无法言喻 而在陪伴宝宝成长的过程中 根据统计 我国有六到八成的新生儿 都经历过黄胆 然而大多数的黄胆 都是良性的会自省痊愈 其中有部分需要仔细观察及注意 大部分良性的都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生理性的黄胆 出生大概第二天到第三天会皮肤泛黄 七天左右会退下去 那这跟我们的生理性脱水 还有红血穷浓度比较高 还有肝脏代谢不成熟 这些原因造成宝宝有生理性的黄胆 只要有足够的喂食 基本上宝宝的黄胆就会再往下退了 那母母相关的黄胆 可能因为出生的时候奶水不足 宝宝吃不够 或是因为就是母奶中某些成分 有可能会减缓胆红素的代谢导致的 不论是哪一个原因 只要继续给宝宝喂充足的母奶 适时的添加配方奶 并观察有没有并临性黄胆的征兆 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停止母奶 如果宝宝很快出现黄胆 以及黄胆值太高 症状持续太久 并且解除灰白变 它的原因可能不单纯 需要交给医师来做 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 如果黄胆在出生的第一天就出现 那我们认为这个数值上升的太快了 再来就是太高 如果说宝宝的数值 黄胆数值大于15 甚至已经黄到脚了 我们认为这个黄胆是太高 它有可能是病理性黄胆的一个表现 再来就是太久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生理性黄胆大概是在第一周到第二周 就完全消退了 如果说这个黄胆持续大于两周以上 那我们就认为它是太久 所以太快太高太久 这个是需要请家属警惕在心的 最后一个就讲到我们病人遇到的问题 和病灰白变 灰白色的大变就是因为我们的胆 胆红素要排到肠道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经过这个胆道 那如果胆道这方面出了一些问题 受伤了 或是得了一些疾病阻塞了 它就会变成排不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我们大变就不会变成金黄色而呈现灰白色 可能原因有新生儿的肝炎 胆道囊肿 还有胆道闭锁等等的疾病 那这些都是不可轻忽的 请家长记得这个 久治的口诀太快太高太久 灰白变就是黄胆的就医时期 那我们大变就会呈现灰白的颜色 根据统计 胆道闭锁是造成小孩患肝很大的主因 如果宝宝有胆道闭锁的问题 必须在60到90天内完成手术 才会有较好的预后 因此新手爸妈们 务必牢记医师提出的九字口诀 太快太高太久灰白变 如果有其中的状况 可能是病理性黄胆 若加上灰白变 甚至很有可能是胆道闭锁所造成的 要尽快交给医师 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 让宝宝恢复健康 快乐地长大 记者 杰伦 大东市报道